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近幾年咖啡廳很流行 很多咖啡廳都是以分食為主 因為我自己都是做地中海飲食 我只是營養師 終於想要開一間咖啡廳 咖啡廳的形式做地中海飲食 咖啡廳的形式呢 我們可以把東西精緻一點 所以看到我們的擺碟 用的器皿都漂亮一點 讓人打卡 在設計菜式方面 也可以多些不同的配搭 其實在地中海飲食裡面 素食的部分是佔大部分的 我們經常說地中海飲食 我們有一個地中海飲食金字塔 其實金字塔的頂層 才是我們經常說的海鮮、肉類 你想想我們只要在頂層 不要那小小的肉類 其實大部分的食材都是素食 所以在我們設計菜單 設計這個地中海飲食的時候 如果用素食放下去 其實是很多元化變化很多 而今次我們設計的菜單 我們更加特別 因為我們希望推廣更多的素食 更加多的朋友們可以過來 所以我們去想的時候 除了素食之外 我們還要做雙素 即是說我們這裡沒有蛋奶 沒有蛋奶之餘 我們還希望多些不同的素食的朋友 我們藉由不下午生 即是不下沖蒜 在地中海飲食原則裡面 我們都會不時不客 所以我們都會用本地的菇 因為我們自己用本地的菇場 種植的菇去烹調 還有我們用的食材裡面 你看到我們所有的汁醬的醬料 我們全部都是自己做的醬料 我們就不會去買罐頭回來 其實我們的素肉都是 因為我們素肉在坊間的素肉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叫做合成的素肉 在裡面都添加了很多不同的材料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自己去製作的素肉 所以我們都跟食品創新中心去研究了 就用香港的材料去做一些素肉出來的 譬如用一些啤酒渣 還有用一些豆渣 去研發了一些漢堡和肉醬出來的 我們的意大利飯 我們會加入了一個錦米下去的 因為有一次我去普明園參觀他們的時候 我看到錦米的雞很好吃 他們都說了錦米的營養價值有多少 我回來的時候就加入了 普明園的錦米去我們的意大利米 去煮一個意大利飯出來 其實效果很好 因為客人的反應就是 有些煙韌的感覺 沒有意大利米那麼軟 還有最重要就是錦米的營養價值 比我們普通的白米高很多 我們的天輩漢堡也是 天輩其實在這幾年都很流行 其實天輩是一個超級食物來的 因為它經過發酵的黃豆 它的營養價值高很多 它的纖維、維他命 比平時你真的吃黃豆或豆腐高很多 我們吃素食 我們除了吸收不同的營養價值之外 其實最重要就是纖維 纖維也是我們平時 都市人最缺乏的一件事 所以為什麼大腸癌 也是我們頭號的癌症殺手 所以我們也提倡多些吃素食 用來很多不同的蔬菜 配搭或者吸引他們多些來吃